在臉東放了的公電基地 今年八月才剛開工 到過雖然有本書 幫助者發見這片土地 因為是一本兵的酒頭鴨 就隨向管政府申報民主保存 出聲率是不必停工 當地民眾說會破壞酒頭鴨到環境 再去到行政儀門口控制 讓政府就要看到 當時廠商說 他們即刻就停工了 你知道我們站在高山上的至高處 看到高雄造油也煩惱 身家安全 但有七十五的冰凍放了 又全村民 早上擺車到行政儀門口來優補條 控制冰凡庫 雖然災團在新開村來開工靜電 跟他們住的地方 跟日前四季 日本人所繞下來 酒頭贏的維織都破壞 滾出石頭鴨 滾出石頭鴨 風火山河 從我們發現到現在 他們都一直在趕工 而且甚至將一個公共 像這樣一個公共大陸 他們都封起來 也不讓附近的居民進出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有點混蛋 冰凍關議員 九月會跟時代理論的立委 擔交划插頭 培養關護鳳林財團 三國寬平的標準 又叫財團的位 要說這陣子的工程是水土保持 不過所讓他們發見是 弟弟偷偷偷在歐頭 當時研究酒頭鴨 藥塞 學者也說 酒頭鴨是日本時代 六軍第五十四團的主軍基地 有百多說慶 為責非常的環境 應該要有更好的保存 他在一百公頃裡面 最少有六十個以上的日軍 軍事遺跡的設施 他基本上真的是有資格 可以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申請為二次世界大戰 的歷史文化遺產 他們說過去向關護 台北文化祝賞的心情 不是讓人拿回的就是刁難 要有學一頓本 才會準備丁經書 直接向行政院表達訴求 讓人抗議的心理 任完公司 也有派人到抗議的現場發聲明 共調因此以法當天 四天現場沒有在 酒頭鴨的頂管 也沒有破壞危機 記者 第家文 林浩介 台北報道